一到臺灣就對衛福部表達感謝 他是莫德納全球資深副總裁 Patrick這回亞洲行 第一站就挑上臺灣 就是因為莫德納今年九月正式在臺灣成立 分公司 如今臺灣更是亞洲唯一 跟莫德納合作做流感疫苗 臨床試驗的國家 莫德納將開放mRNA技術平臺 將爭取臺灣加入多中心臨床研究計畫 還會跟國內八個醫學中心合作 mRNA在臺灣試驗研發 但疫苗有沒有可能在臺灣代工 自採自銷 雖然莫德納方並沒有正面回應 但他在臺灣的疫苗中心臨床 自採自銷 自採自銷 雖然莫德納方並沒有正面回應 只強調會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但國內專家認為已經跨出一大步 畢竟過去面對新冠病毒 莫德納只花四十多天就研發出疫苗 未來對臺灣人民健康會有更大保障 甚至還能卡位疫苗藥物跟歐美臨時差 三立休息中的RXM 台北報導 黃海語 雖然莫德納方並沒有正面回應 較數不足 一朵 雖然莫德納方又流章 雖然莫德納方